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康健癌症趋势论坛 精准致癌零时差 我是康健种族笔张晓慧 我们今天的议题主要讨论的就是 癌症手术的新趋势 采用ERX营养加速术后 康复療程对病人的照护上 有什么样好的影响 我们今天请到两位专家 第一位是卫生福利部 屏东医院的院长王兆元 第二位是台湾术后加速康复 学会理事长郭书霖 郭理事长 两位医师好 我想先用一分钟 先请王院长先介绍一下 您的专长跟您现在服务的单位 主持人好 各位康健之友大家好 我是卫生福利部 屏东医院王兆元医师 目前在卫生福利部 屏东医院就职 主要的专长是有关 大肠治疗癌的手术跟治疗 谢谢 我们也请郭书霖 郭医师 郭理事长您先自我介绍一下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郭书霖医师 也是本身是麻醉科医师 我专门的部分是在心胸麻醉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ERAS 以上都是我的专长 谢谢 因为时间很宝贵 我特别想要先请王院长介绍一下 就是营养它在癌症治疗上 它扮演了病人的复原上 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那我们知道 假如一个病人 尤其是癌症病人 他营养状况不好的时候 到接受治疗 他可能就会产生许多的合并症 因为这些病人是在 属在一个发炎情况下 所以他术后的恢复 还有产生的合并症会比较高 但是当这个病人营养 知识做得非常好 那整个治疗过程也会非常顺利 手术合并症短 而且这个住院天气也短 那我想对病人来讲 营养状况是有很好的一个改善的机会 所以我们希望一个病人 在接受癌症治疗的时候 他有非常好的营养状况 那一个癌症病人 大概分为三个时期 一个是所谓的 这个预先的复健期 他知道癌症以后 他必须要做营养的这个介入评估 那也要提高这个病人运动的能力 那这个让这个病人的免疫能力 提高到最好的情况 那第二阶段在治疗 这个调整期的时候 因为手术或方色性治疗 或化学治疗以后体能下降了 那可能需要更好的营养补充 让这个病人慢慢地恢复 那最后到这个病人的这个康复期 那完成所有治疗 那病人的营养状况也继续维持 那我想这样子病人是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营养状况 那他对病人的复原或身体上的复原 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我想在所有的医学文献都告诉我们 一个在所谓营养状况好的病人 免疫中好的病人 手术的和平症是少的 那住院天数也是短的 那这些病人可以尽快回到他社会工作 也会让这个本身的工作受到影响的程度是最小的 那这边就来到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观念 或者是新的一个说法 因为一般社会大众可能不是很熟悉 什么叫ERAS ERAS这件事 它跟一般的手术有什么样的差别 那这边跟所有观众稍微说明一下 ERAS就所谓术后快速复原 那它跟传统手术从 这个住院前准备开始就不一样 这些病人我们会做术前的评估 还有复健 营养介入 让这个病人的免疫营养力能够提高 传统手术在家里面等 就等到住院 那第二就是手术前的进食 传统手术你要进食超过8个小时 那这些病人是不需要的 走ERAS这种这样的 Protocol它不需要的 它我们在手术前两个小时 还可以给这些碳水化物 那第三个就是有关 术后发生这个术后的疼痛 跟恶心呕吐 那ERAS也可以让这个病人 术后的这些不术感大大的下降 那传统手术病人都等到发生症状 一次再做处置 那还有这个进食 这个ERAS在手术的当天 这个医师就会嘱咐 病人可以进食这个清流食 那隔天可以尽快地做这个呼吸的训练 那传统手术都要等到医生常常讲 排气后才能做进食 那至于说 说尽早下床活动 那ERAS也是一样 在隔天就可以让病人下床活动 那一般手术因为病人疼痛的关系 他就不愿意下床活动 那至于说何时可以出院 那ERAS因为有一个标准的流程 所以可以按照一个时间 一个标准的时间让病人准时出院 那传统手术就是因为很多因素 让病人出院就延缓了 那这个在目前治疗里面 ERAS确实可以缩短这个住院的天数 降低病人输入的合并症 那以除了这个以外 那ERAS也要根据这个病人情况来做一个评估 那包括这个所谓国际营养不良评估的一个共识里面 也要评估病人是不是有体重减轻 这个病人的BMI 这个有没有偏低 那肌肉有没有流失了 那同时再看看病人的消化吸收好不好 他饮食情况摄取量够不够 那这个病人还没有其他发炎情况 或是有其他疾病 导致营养不良 所以在ERAS里面的建议是 我们要给病人建议就是 你要有鱼油 金氨酸跟核甘酸 那鱼油主要的功能是在抗发炎 这个癌症就是这个发炎反应 那金氨酸是提供我们免疫细胞 所谓的活性 那核甘酸是提供我们免疫细胞的数量 让这个病人体力是好的 那你要提供高热量的这个饮食 那比较好的这个优质的蛋白质 这所谓中链脂肪酸 那热量要高 那蛋白质的含量能够占 除了热量的百分之25%左右 那另外刚才讲 还有很多的科学实验证师 这样的一个营养科学管理 让病人可以复原更好 那这营养品里面最好 它也是一个所谓消化无负担的营养品 它没有含用这个乳糖 我们知道很多东方人有乳糖不耐症 那这些都是ERAS里面建议 这个免疫营养配方所需要的成分 跟一些需要让病人复原更好的 这些饮食的成分 是 那所以刚刚院长有特别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ERAS它有一个很大的特征 就是会在术前就帮病人评估 你是他的营养状况 比方说他的BMI 他的体重是不是过轻 或者是说他现在肌肉力 肌力是不是够 然后再来就是提早做一些 营养特殊配方的介入跟治疗 对没有错 所以我们手术前有做良好准备 我想病人复原一定更好的 那以前是没有这样的概念 那现在已经有这样的概念 你就术前复健做好 营养做好 免疫提高来接受这样治疗 病人的复原力会更好的 是 那一般ERAS它在做 跟我们一般民众 我们大家都会说 我手术前自己多吃一点 这种有什么差别啊 我想手术大家吃的大概可能没有那么办法注意到 所谓的免疫营养的概念 那现在免疫营养在这个癌症手术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你根据这个病人的情况 给一些免疫营养 它可以降低发炎 提高你免疫系统的能力 我想对整个治疗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你在家里自己吃 你可能没办法吃到这么好的一个 组成的一个营养素 所以它还是需要经过特殊的配方的设计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特别要请到那个郭理事长 因为您是ERAS学会现在的理事长 可能您对这部分可以跟我们再多解释一点 像ERAS这样的团队需要哪些专业的成员来帮忙吗 因为我们知道手术其实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创伤 那刚刚王院长有特别提到说 可能术后会有一些并发症 或者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那所以这一些创伤 其实是可以经由事前准备来处理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有很多的职类的人员都会在里面 所以像刚刚讲的营养 那一定要用营养师来进行评估 那给病人最适切的一个营养配方或者是建议 那我们还有包括就是物理治疗师 可以在心肺功能上的一个附件 给予事前的准备 那包括药师我们可以检视所有病人的药力 看看有哪些药师有重复的 或者是一些有互作用的 我们就是在术前进行一个比较好的调配 那最重要的还是就是这一些各个不同之类的 包括麻醉科医师外科医师在这一个整合上 我们需要一个疗程各管师 各管师来把这一些资讯做一个统合 那最重要的就是病人为中心的一个招呼 病人也是这个团队的一个一份子 我们可以让病人很主动的配合我们的一些建议 可以在术前准备好一个比较好的状况 所以其实ERAS它需要就是一整个专业团队 就像郭理事长您专长是心胸开刀 这样的大刀特别需要ERAS这样的疗程 或者这样的设计来帮病人复原的更快 是 没错的 因为里面有太多细项 包括营养包括心胸复健 那这个都其实病人没有办法自己准备 所以一定要专业的团队来辅助它 那我们一般就是作为一个使用者 或者是说病人或者是照顾者 我们怎么知道自己适不适合ERAS的疗程 OK ERAS其实最主要针对有三类的病人 第一个我们常常讲就是先天不足 这本身状况比较多的 包括就是营养不良刚刚王院长特别提到的 那或者是他本身心胸的功能比较差的 比较容易喘的这些病 那第三个就是他本身多重的一个慢性疾病 那这些基本上是需要准备的 那第二个就是后有追兵 就是你要开个大道 刚刚讲心胸的手术 或者是王院长非常擅长的 就是大肠直肠癌的手术 那这些都是需要被准备的 那第三个就是以上良者皆是 就是先天又不良 然后后天又有追兵的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依照ERAS的一个准备 我们在术前帮他做准备 让他不要塑造起泡点上 然后在术中有外科医师 麻醉科医师 其他的职类可以帮助他减少手术的创伤 那在术后我们就很积极的去让他复健 让他不痛啊 让他不吐啊 他可以早一点吃 然后早一点下床活动 来恢复他应有的一些生活机能 所以对所有的病人来讲 我想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准备 那所以我们把刚刚的这些东西做一个整合 基本上就会有下列的好处了 对病人来讲可能他会觉得说 我空腹时间不是那么长 因为像王院长讲 我们术前有一个寒糖的饮品 可以让他喝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 然后或者是他可以及早的进食啊 及早的下床啊 然后及早的出院 那最重要是病人所担心的除了手术成功之外 我们可以减少术后的并发症 那减少感染 那减少住院时间 那就可以减少我们的住院的成本 那降低死亡率 然后降低所有的30天再入院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我想这个对 不管是对于病人 或是整个医疗团队的照顾上 其实都是双赢的一个局面 所以对不管是不是三类的病人 或者自己认为有需要的 其实我都觉得非常的适合EIS的疗程 听起来就是有一套好的 然后很专业的营养的照顾 这件事情很重要 那我就回来就是我们回到一般 我们可能病人今天听过了 他会想要说 那我要去哪里找 或者要怎么用 我想先请教王院长 一般你们会怎么跟病人介绍说 我觉得这个ERAS对你是有帮助的 那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证据 就是刚刚郭理事长讲的 很多证据证实ERAS是非常成功的 所以通常病人进来的时候 我们在门诊就会跟别人讲 那有这样的一个快速复原的计划 那我们就先帮你做评估 那假如有机会 那我们也可以请麻醉哥做一些评估 让你有机会进入这样的一个治疗计划里面 那因为科学证据都告诉我们 整个住院天数是多短的 合并是下降的 30天再住院也都是下降的 这么多好处 我想对面来讲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那我特别就要请教郭理事长 就是说我们听到说 有这样的营养加速的疗程 那我要怎么去 也许有一些医院有 有一些医院没有 或者说我想要用 那你们会怎么样告诉病人说 你去哪里用 或者你怎么提出来 基本上其实现在目前各大医学中心 都有这样的一个准备 那可能每一个医院 它的就是进度不太一样 但是其实对大家来讲 只要跟外科医师提出这样的一个需求 其实外科医师都会想办法 把这样的一个ERIS的疗程 尽量放在病人的整个手术全期的照顾上 我想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就是将今天如果有一个我的亲人 或者是当我自己可能得了癌症之后 其实我有这样的概念 我去就诊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问这件事情 所以听说有一个ERIS ERAS这样的东西 是可以帮助我复原的 不晓得医院有没有服务 是这样吗 是 没错 那它需要很特别的准备或者费用吗 基本上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要看每个医院的一个配置 那像国泰医院这边 我们是有个管师的配置 所以整个ERIS的疗程 是会有个管师带着你 勾输入整个过程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费用就是原本重大手术 所会接受到这些费用 那就是让病人可以很轻易的 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服务 那不晓得在高医或屏东医院 有特别需要病人怎么样做吗 基本上我想跟国泰医院是差不多 只是说他们配备更好 有一个专门个管师 那我想整个 其实ERIS这些里面的这些细项 基本上是大同小异 就是如果你把它组合成一个 一个包裹去跟病人说明 那我们就是从数前数中到数后的复原 都是一个整套的一个治疗计划 好 那就回到最后 我们今天介绍这个ERX 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概念 那我想先请王院长给我们提纲切领 就是说ERX它有什么样的重点 跟您专业上的建议 好 我想ERX在全世界 已经是一个主流的手术 那这个是一个多专业团队的合作 我刚刚讲过外科医师 麻醉科医师 还有个管师都是要加入的 营养师也是一样 那当然是我们还是以病人为中心 那我们只是希望这样的一个 术后加速康复的疗疹 让病人能够尽早复原 降低这个合病症 也降低整个医疗社会成本 我在那边呼吁所有的康健之友 假如说你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你也可以跟你医师咨询 可不可以提供类似的这样服务 是 所以我们其实病人 是可以主动的去咨询的 那不晓得郭理事长 有什么特别的提醒 那我想ERX带来的一个 对病人来讲想法上的改变是 手术是必须要被准备的 对 就不是单纯就是我就是进去手术而已 所以重大手术是有更重大的风险 所以当你不知道要如何准备 这样重大手术的时候 请不另于跟医疗团队去沟通说 是不是有一个ERAS的一个团队 可以来帮助我做这个重大手术的 一个准备跟整个恢复的过程 我想这个是 就是想要让各位听众知道说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资源 那也有这样的一个准备 那大家可以去好好地让整个重大手术的复原更有效率 是 很重要就是提到就是说 其实手术或者是重大手术的时候 加速你的康复里面 营养配方或者营养的介入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两位专家 提供我们这么重要的新的观念跟新的看法 然后让我们大家自己能够在接受这种癌症治疗的时候可以更顺利 那就谢谢两位专家 谢谢 谢谢 谢谢